春节将至小黄也要领年终咯 今年台北市计程车2月5号开始到2月14号共计10天 每趟运费加收30元 驾驶人需使用新式计费表内建功能选取春节加成 也会将宣导贴纸贴贴贴于车内提醒民众春节搭乘运费规则 调整之前有顺度的连贴纸贴在车上 见能见识需要做的当然是不需要做你不调整 他也不会做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觉得也还好这样 应该也是调整是美意 围绕一些春节期间的司机 没有放假没有在家里陪家了 这是很好 就算有点像微家新这样子 对啊像你们一般的年终奖金 我们是没有跑完全都没有领终奖金 是不是 对啊这个很公平啊 计费表选取春节加成模式后 就需依表收费 如果私自喊假定价情形就属违规 可以依公路法第77条第一项 财处新台币9000元到9万元发还 乱谈架 这很简单啊 你有这是照表 照政府的规定 很偏远 你对方也愿意 才成交嘛 过节过年跨年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 跨年 你说过年 对啊过年或跨年那种就是 比较难抢计车时段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这种情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遇过 那你是觉得说算破坏行情 对啊 我本能就是照政府规定 这是一条 因为这种情形都发生在脑部有没有 直接划给 这支架含架就对了 尤其是在跨年的时候 跨年的时候 那个计人车上来都是一千块起跳 哇塞 这么贵啊 对啊你不知道啊 下差差这么多 对无论你坐在哪边都对都是一千块起跳 哦 对 例如说你从市政府做到新 做到 好 例如做到这边好了 就是一千块 哦 是特殊节日的时候 有 没有 那个那个计人车私底下 私底下 私底下我划给你的 会不会啊 人家的一个状况 那我还是要当于驾驶服用 还是要依照 我也要去做收费 那民众也是依照那个 一个挑标的 自己的去做付款 那如果有违反 就是 就是 有驾驶违反这样子的规定的话 是 可以去公布 出发 9000到9000到9000的罚款 所以还是要提醒 就是驾驶朋友 注意 可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 就是 比如说有 那个违规定收费 或是 超租车子的状况的话 那请计下上车的时间 周浩匹定 或者有些具体的一个市政 比如说有拍照 或是努力的资料 那提供给市民 或是拨打1999 那这一份 我们就会去 提供的资料 去做一个查证 那违规事实 而且很不确的话 我们就会去看看 是 那就是说 这个违规的案件 之前有 规定的规定 我们应该是说 在人比承情的部分 我们在115年有 结果一些民众 有电话来承情 那这一块 我们去年大概是 收到123件 那这中间就是 就是查证之后 有一件是有做一个 拍单绝发的工作 那这个法官是9000年 可以讲一下案件 我们收到的承情案件 大概是谁 应该是说 大部分的承情案件 都没有讲得很清楚 他就是讲说 他在哪一个地点时间 遇到驾驶 违规寒假 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提醒就是 驾驶就是 不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说 有违规寒假 但是从他没有上车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认为是 那个有违规来课的状况 那这个部分 我们后续 如果家类似的澄清 都会移给 他去查理宣 里面去做一个 采访的动作 那如果 他真的没有 依照规定去收费 就我们刚提到的 状况的话 那这部分就是 提供 高速下降的情形 请民众多搭捷运公车 或避开下午时段的 拥塞道路 避免受阻 记者丁克宇 汪君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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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